而春节连续假期受到了疫情以及天候不佳的影响 花莲中南区处有人潮并不多 日式香午喝台地蜜香红茶产业过年期间 到访游玩的游客民众也不多 不过买气却罕见的不减反增 茶农表示现在全台茶区 只要是灌上蜜香红茶茶品 销售成绩都拉长红 春暖花开采茶姑娘忙着采摘今年春天的鲜嫩茶间 制茶师傅后头跟着查看茶叶的状况来制茶 看见小绿月产细云着眼的茶经 准备制作新春第一泡的蜜香红茶 春节连续假期受到疫情 再加上天候湿冷飘雨的影响 花莲中南区不见大批的出油人车潮 尤其瑞瑟五合茶区 到访游玩的游客民众也不多 原本以为过年茶区的金流消费低 不料蜜香红茶买气却不减反增 也令茶农感到意外 所以我们这边海拔不是非常高 所以说这个早春晚东是我们天候茶这边的优势 所以说像现在来已经算这个早春了 早春它还算小绿月产的话 我们就是做蜜香红茶 相较于去年过年 今年人潮少买气却不输去年 蜜香红茶产销稳定成长 瑞瑟湘农会总干事黄胜黄指出 光是今年度瑞瑟湘新值茶园面积 又增加到100公顷左右 茶产业蓬勃也带动地方上相关产业的发展 我们瑞瑟的蜜香红茶 从96年开始推广 到今天已经有15年的一个历史 那尤其在今年 我们的这个蜜香红茶的销售量 是比以往要来的更多更好 那从我们的这个茶园面积的一直扩增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到目前为止 蜜香红茶可以说是全省最夯的一个茶品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一个薪质的一个耕作 能够提供足够的这个产量跟优质的这个茶品 给我们的消费者来 瑞瑟湘五鹤茶区也因为蜜香红茶品 产销独占凹头 也因此成为了全台唯一茶产区 茶园面积增加的地区 茶农达区的表示 现在全台茶区只要灌上蜜香红茶必定大卖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进一步指出 瑞瑟湘为蜜香红茶的故乡 未来也将积极辅导茶农 逐步带领茶产业朝向机械化 AI智慧农业的目标来迈进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